关注大马掌握国际 欢迎收看RTM华语新闻 您好 我是戴靖恒 今天的五件新闻还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 我国有两所寄宿学校爆发感染群 极大西线的一所寄宿学校 24名学生确诊 赛城女子寄宿学校 确诊人数累计143人 本月7号开始 通过航空和渡渡地名 接种着旅游走廊 驻进新加坡的旅客 在入境后的前七天 必须每天进行抗原快速检测 新闻开示来关注国内的新冠军 我国昨天的新增确诊病例维持五千多例 报五千五百五十一例 死亡病例则通报十七例 其中有四例为松原前死亡 卫生总监单四连道一上 在社交媒体贴文指出 截至昨天中午十二点 我国累计确诊病例 共有两百六十四万九千五百七十八例 根据卫生部Covinau发布的数据 昨天通报十七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 累计死亡达三万零五百三十八例 数据显示 雪兰儿新增三例死亡病例 森美兰 玻璃市 沙巴 登加楼和吉隆坡 各有两例 柔佛 吉兰丹 马六甲和沙拉越 各有一例 死亡病例当中通报四例松原前死亡 使得累计松原前死亡达六千一百八十一例 目前我国还有六万两千四百八十六例 活跃病例 其中五万零九百二十五人 或相等于百分之八十一点五的患者居家隔离 六千零三十八人 或百分之九点七的患者 入住低风险隔离与治疗中心 五千零二十四人住院 四百九十主人在江湖病房接受治疗 其中两百六十主人需要使用呼吸器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 登加楼的普通病房和江湖病房使用率都偏高 普通病房占用率为百分之八十一点五 而江湖病房的使用率更高达百分之九十三点二 另外 吉兰丹的确诊阳性率已经降到百分之十以下 而玻璃市的确诊阳性率则攀升到百分之十一点七 我国在有寄宿学校爆发感染群 吉兰西县一所寄宿学校爆发名为WLA的感染群 目前共有二十四名学生确诊新冠肺炎 所有密切接触者都已经被指示隔离 而学校也暂时关闭消毒 吉兰州行政预言的穆哈曼哈亚地指出 西县马莫学院爆发的感染群WIDA-布拉尼感染群 属于教育机构感染群 他说这个感染群目前有二十四名学生确诊 11月28号学院内有数名学生出现冠病症状 校方为学生进行冠病筛检后 在本月三号出现确诊病例 截至目前有38人接受筛检 其中24人确诊感染 14人的检测结果呈阴性 该县卫生局还在调查 这个感染群的传播源头 并极力遏制病毒扩散 与此同时 所有密切接触者都已经被指示居家隔离 而这所学院也暂时关闭 直到消毒工作完成为止 赛城一所女子寄宿学校爆发不下人打谢感染群 引发百多名师生确诊 卫生总监丹斯里诺医上指出 这一个感染群的累计确诊人数增加到143人 卫生部已经指示学校立即关闭 进行清洁和消毒 老医上说 卫生部在上个月29号通报 赛城斯里布特拉学校有8名学生确诊新冠肺炎 随即将学校列为布西尔安达西感染群 雪邦卫生局在11月26号到本月3号 针对学校的学生和教职人员进行大规模筛检 检测结果发现 再有135人确诊新冠肺炎 加上最早发现的8个人使得感染群的累计确诊 达143人 分别是114名学生 19名教师 以及10名工作人员 确诊阳性率更是高达14.7% 确诊者当中 106人处于冠病第一阶段 35人处于2A阶段 还有一名学生和一名教师处于2B阶段 所有的患者目前情况稳定 而确诊的学生 已经被送往沙登农业博览馆的低风险隔离 与质量中心接受观察 卫生总监透露 该感染群一共鉴定700名密切接触者 分别是603名学生 53名教师和38名工作人员 全部都得接受隔离 卫生部也援引1988年传染病预防和控制条例 勒令学校立即关闭 进行消毒和清洁工作 卫生总监丹斯林诺医上表示 首例在我国出现的Omicron变种毒株病例 在隔离结束后 昨天再次进行冠病聚合霉炼反应检测 结果对病毒呈阴性 劳医上是在推特公布这名患者的最新状况 另外 7名和Omicron患者有过密切接触的人 检测结果都呈阴性 这7名密切接触者 分别是司机 大学工作人员 两名来自加拿大的同学 一名来自印度的同学 还有两名室友 卫生总监今早也在推特提醒大家 防止病毒继续变种的唯一方法 就是减少病毒在社区传播 他说 社区传播让病毒有机会继续复制和繁殖 进而提供病毒产生变业的空间 卫生部长凯利昨天通报 一名19岁的南非学生 在回到南非探望家人返回大马 入境前接受冠病筛检呈阳性 不过当时 南非还没有和世卫组织通报B11529新型变种毒株 大马医药研究院是在揭破世卫组织的通知后 针对11月11号到28号 在吉隆坡国际机场验出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进行基因序列比对 在本月2号 证实我国出现首帝Omicron变种毒株病例 一名军人家属之前通过社交平台贴文投诉 指弟弟在军中被罢点 国防部高级部长德德斯里黑商务店指出 该部不会对霸凌事件妥协 但也不会提供无辜的人 因此他不及相关人士尽快现身提供详情 我们会拒绝与事件 我们会拒绝与事件 告知详情 并保证不会公开对方的身份 社交媒体前几天流传一段视频 显示一名女子向婴儿的身上 丢置一色包裹的物品 婴儿之后还发出哭声 槟城西南县警方随后逮捕两名女子 写图调查 槟城西南县警区主任 卡玛路发网告指出 这一支长达44秒的视频 是在前天2号早上8点12分 被上载到社交媒体 警方早在前一天 也就是11号晚上7点39分 已经接获两宗相关投报 警方调查得知 这一起事件是在11月24号傍晚6点45分 发生在槟城西南县的一家托儿所 而社交媒体的视频 则是婴儿的母亲所上载 视频显示 一名女子在拉扯一名孩子的头发后 再向一名还没学会走路的婴儿 丢置看起来像是包裹的硬物 警方随后援引2001年儿童法令 第31条一款条文 逮捕视频中两名20多岁的女子 协助调查 日前 四名无照驾驶的青年 在吉隆坡旺沙马珠 不巧遇上正在巡逻的警车 青年之后遭到警方拦截 不过却开车加速逃跑 随即引发追逐战 最终还失控发生车祸 索性没有酿成死伤 安邦在野警区主任 妈妈发入放告指出 警方许罗车是在昨天傍晚6点 在荡江国际山庄第8度 发现一辆形迹可疑的 南萨吉川疏离车 随后警方开启警示灯 要求对方停下接受检查 不过对方不但没有遵照指示停下 反而加速往旺山马珠的方向逃跑 少年和警车立即上演30分钟的追逐战 嫌犯的轿车在使进第二中环公路商业区的时候 和警车发生碰撞后终于停下 警方当场逮捕这4名年龄介于15到19岁的少年 经过检查证实他们没有刑事案检科 尿检结果呈阴性 证实没有吸毒 而他们驾驶的轿车也不属于任何报时的车辆 不过警方却发现司机没有合法驾照 因此援引一族发信连渡路交通法定 第15条第一款条文以及第55条文 向司机和车主开出法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晚安 再会